送你一包乖乖 這裡寫一個兩個寶寶要乖乖 這裡有兩個胚胎 胚胎是這個白點到最裡面是1.33公分 這個位置是最佳 這裡面外孕在外面不會著床 你把這個子宮槍 這個是子宮頸 當做臺灣的話 這個胚胎的位置就像 南投日月潭的樣子 所以這個位置既不會外孕 又著床率最高 因為你只要求切片三個 只有這一個是正常的 那這兩個都不正常 這個是13少一條 這是17多一條 那這剩下沒有切的五顆 裡面有三顆 已經符合進度 因為你的年紀可以放兩顆 這裡正常跟一個位置是 假如說它也正常就孫胞胎 假如它不正常 這樣可能就不會著床 那這兩個 因為你的年紀將來也是放兩顆 這兩顆已經停噸了 所以我們就 冷凍沒有意義 所以這兩個都成一隻 那希望這兩個來算包袋 就用不到這兩個 所以 配胎至少有個個產設理正常 在這裡 那希望你的 你的寶寶要乖乖 回去放在床頭 那子宮內膜 也是很漂亮三條線 厚度也夠 厚度的話 那這是 配胎的定位就是白點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能夠 給我 拿這裡 拿著喔 拿這裡 拿白色的 我們希望這一次能夠一次成功 一次要成功 一次要成功 它今天選那個周星馳的功夫 墨片 這是要讓它放輕鬆的 不過剛好他要跳這片沒有聲音 以前的病人都挑唐波 我點酒香 我們吵死了 這個是好像在看桌布林的夢片 好 你的兩個寶寶 希望他都跟你喔 謝謝 那個第二顆味噌是不知道 對 那你看那兩顆 染色體不正常的 就外觀來看 就是漂亮到不 就是很漂亮 可是 它就是告訴我們真相 它是不正常 這個跟這個一樣強 就是沒有殼的 但是它就不正常 如果沒有染色體當參考的依據的話 它會被放 如果用收拾攝影去選 它還會被放 因為它分裂速度真的很快 會被打到正常的 但是染色體才是 所以等於說 假設以譬如說一些目測的標準 它都極高可能會被選擇 或是外面有一些事管應 就是說我是用人工智能 我是用收拾攝影 那個它還會騙著它們 因為它跑第一名 它跑好快喔 可是它說實上它的本質 是不正常的 所以成功 謝謝 好 佩胎的位置是這個白點 1.33公分 那我們最近在研究 國外有那種4D超人坡 它可以看到子宮 好像是蛇一樣 像腸胃這樣蠕動 那真的看得很恐怖 所以我們黃體素 你大概今天晚上出來 大概是30到50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打在那個小包包那個 這個是子宮收縮抑制劑 這個是應該是二三十週 早產兒再安胎的 就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可以在成大的統計 會增加2.85倍的猴產力 那目前台灣只有我們跟成大也在用 其他的 成大也是看Case 我們是例行性都用 所以這也許可以解釋我們 懷孕率比較高的原因 那黃體素 我給你打這種黃色的嘛 今天晚上會給你報告 應該 我估計大概30到50 那今天如果超過20點 以後就OK了 所以 這個其實是幕後大工程 因為你如果說再好的胚胎 染色症狀胎 子宮瘦瘦就會把它鎮索 國外有一個研究就是 打藍色的甲基藍 然後有38%會跑到鴨嘴 有38%會跑到輸浪管 但是我們這個就 我們已經大概快10年都沒有外孕了 就是因為這一罐 這叫阿托西棒 那將來它有一種口含叫做拿托西棒 台灣還沒進來 歐洲已經在做第三期臨床實驗了 那如果將來有拿托西棒 吃藥會更方便 祝你成功 我在動的這個是胚胎的外管 好 2.6 我們要進去1.3 你忍航走開 外面是2.6 所以我們進去1.2 剩下1.4 配胎胎1號加1顆 好 可以 慢慢推 開始 白色的是胚胎的外管 內管進去1.2 1.1 所以胚胎會距離子宮 1.3 1.2 1.2 1.3 1.3 1.3 1.5左右 左右要換一下參譜 左右要換一下參譜 左右要換一下 對 推到底固定 1.2 3.4 5.6 7.8 7.8 7.8 10.4 要緊 最終黃金管慢慢打出來 慢慢很慢 好 裡面的地方多少幾公分 1.3 好 1.3 好 1.3公分 1.3 1.3 1.4 1.3 1.4 1.4 1.4